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心理学家预测说人类在感觉到自己贫困的时候实际上是更容易把目光投射在眼前而不会为更长远的去打算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总是顾着眼前然后不会为这个很多将来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所打算的话 那么一个人是非常容易陷入这种贫困的僵局里面的 比如说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讲到的这个贫困的根源 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人手中完全没有资源 而是说贫困者他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不断的贫困下去 就是他不能够为明天为将来做一个大局的一个思考 对吧 那么这一切这个是否能够为眼前还是说为大局去思考这样一个一个思维方式 它是天生的吗 它会不会是因为一个人出生在某个环境下 一个人他的贫困感而出现 对吧 那么心理学家呢就找了一些志愿者 让他们每个人呢都到电脑之前去这个自己回答一系列电脑提出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 这些电脑就问他们一些关于他们性格上啊 这个行为习惯上啊 以及经济花销和经济收入上面的一些问题 这个电脑号称呢是要为这个参与者 这个计算一个相对可自由的支配收入指数 然后问完了之后呢 你就看到这个电脑屏幕上会显示一条说是正在计算啊 对吧 然后让这个参与者感觉到这是真实的啊 然后屏幕上就会啪 出来一个结果说 你这位受试者在跟你相同的年龄阶段相似的教育水平和相似的性格特征的人群里面 你目前的财务状况可以打多少多少分 然后这个分呢又是在你们年龄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名 好 这个就是心理学家找来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感受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测验里边的题目 还有就是计算的这些提示啊 这个电脑上给你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都是特意设计的啊 全是假的 这些人所看到的最后的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的这个打分 其实是电脑随机给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的这个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都可能被打出来一个高分或者低分啊 但这些志愿者呢 因为自己刚开始就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 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啊 他并不知道 他以为这是真的啊 那么心理学家呢 他就想看说 仅仅是因为这个计算机给你打了这个分 告诉你说你现在的收入情况在你们同年龄组啊 是高还是低 会不会对这个参与者 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行为和决策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他们就紧接着呢 在这些收视者看到自己的这个分数之后 紧接着呢 会问他们一系列的关于财务的做学镜的问题 然后看他们怎么去做的 比如说有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你可以选择 你是会选择今天获得100美元呢 还是下周获得120美元 那么如果你可以选择 你会选择今天获得100美元呢 还是选择下周获得150美元 然后这些研究者就计算啊 就看他们这些受视者啊 认为将来要拿到多少钱 就下周你给我多少钱 我才愿意放弃今天拿走这100块钱 所以这个其实在计算什么呢 其实看这个人有多么愿意牺牲现在 而为将来做打算 对吧 那么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在电脑测试的时候 他在这个屏幕里边看到电脑随机给他这个情况 说他的财务状况分数更低的人 他就更不愿意为了将来的富有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所以这个结果呢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那些这个分数一告诉自己说 你现在财务状况不好 在童年人相比你的排名比较低 然后这些人呢 他接下来在这个实验中 他就表现出就是 我更愿意拿走今天这100块钱 哪怕明天你给我150 180 我都不愿意 我就要今天开心 然后这些研究者呢 就担心说我这个研究 会不会因为我这个是问你的虚拟的问题啊 所以他这个结果呢 不是特别的这个严格啊 所以他后来呢又进行了下一步的研究 就又找来了一群参与者 这回呢是真的给他们选择 就前面都一样 电脑还是给他们打分啊 但是这回是真的给他们20美元 然后让他们选择说 你现在可以当场拿走这20美元 或者呢你现在有一次的赌博机会 就你赌博的话就不一定你是能拿走多少钱 就是有可能你能拿走更多的钱 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 你就一无所有 那么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首先在屏幕上看见说 自己财务状况很好的人 他们呢有60%的人选择了去赌博 然后这个数字其实也不低了 剩下的40%呢决定说揣起钱来 我就回家保险点 但是那些在电脑屏幕上看见说 自己的财务状况打分比较低的人 他们竟然有88%的人都去赌博了 也就是他有了一种 all or nothing的一个思维 就是我要不然就大获全胜 要不然我输个精光 我就不管了 放手一搏 这个研究它很惊人的地方在于 就是这些人大家想象一下 他仅仅是因为在电脑屏幕上 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边最后看到了 对自己的一个评价 他在脑中产生了一个 自己现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个意识 就对他的决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这都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人 他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他的这个生活里边 他的社会地位啊 他真正的收入情况啊 他真正的这个收入水平啊 这些都没有影响到 对吧 而是就是你 你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评价 就对这个人 立刻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他不幸出生在比较贫困的地方 他或者他长期生活在一种贫困感里边 几十年如一日 他会对一个人的决策和思维方式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吧 那么书里还描述了两个心理学实验 他把这个参与者呢 随即分在两个组里边给他们一些钱 然后就给他们两个赌博的选项 然后就是一个选项是高收益 但是也高风险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低收益 但是也低风险 就看他们如何选择 这个唯一的区别是告诉一组说 在你们组之前的这些玩家呀 他们赢者赢的特别多 输家输的一贫如洗啊 就是赢和输差距非常大 你们要小心了 另一组呢 玩家游戏规则完全一样 但是告诉他们说在你们之前的那些玩家和输家呀 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大 而赢的呢也没赢多少 输的呢也没输多少 好 就这么一个区别 其他游戏规则都完全一样 然后受试者呢都是随机分到两组里边的 你猜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第一组 认为输赢关系很大的那些人 他们更多的会去冒险啊 选择这种冒险性的冒进性的策略 也就是那些高收益高风险的策略 这个有没有让大家想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股市中 你会发现有不同人有不同的角色方式 对吧 有些人这个高风险高收益啊 有些人低风险低收益啊 大家可以去比较比较 再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侥幸心理啊 有些人的侥幸心理就非常大 有些人非常愿意去赌博 对吧 好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这有可能跟这个人感觉到的 这种社会上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有很大的关联啊 越是人们觉得说是这个赢家和输家之间区别太大了 我不能输啊 我一定得赢 这个时候这个人更容易采取冒险性行为 那么作者的总结就是 这个结果再一次证明了 live fast die young这个理论 就是生命短暂必须快活 就是假如我跟你的差距这么大 我赢和输差距这么大 那我现在都得赶紧赢啊 或者说是想想刚才这个 就是前面的那一个大家看到电脑上测验的这个结果的这些人 他感觉到说我现在已经落在别人后面了 我跟同龄人相比我的分数这么低 那我得赶紧追上啊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他的这个测试里边 他就更容易去选择赌博 更容易去选择现在 对吧 所以贫困感和低身份感 居然可以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作者呢 也并没有停在这里 而是他继续收集了这个 展示了美国的各个州 各个州的居民在谷歌搜索引擎里边 搜索这个乐透彩票字样 和发新日贷款也就是一个类似于高利贷的那种东西 滋养的数量 而结果呢 也完全验证了他的这个理论 就是那些收入越不平等的那些种 他搜索这个乐透啊 搜索这个高利息的贷款的数量就越多 也就是人们大概是这种 Live fast的待样 就是我实在是跟你差距太大 而且我这个 我我我输不起 我现在我就想以这种高风险的方式 快点成功 但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知道高收益的他一定是高风险 那么更容易让一个人输得一品如洗 对吧 所以呢 更容易让一个人等于是走不出僵局 对吧 所以这几个研究呢 去验证了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推论 这本书呢 后几章还具体讲到了社会的不平等 会如何影响 比如说美国人他的这个目前的政治立场的 左右两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量级分化 对吧 比如说大家观察到这个特朗普 他是属于右派里边这种比较强硬的 对吧 也是近几十年里边可能右派里边最右的 这个总统 然后这个目前来说 那么民主党这里边现在还没有选出候选人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primary election 现在走在最前面的是谁呢 是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呢 就是极左就是被美国人称为叫社会主义者 他的政治立场 你会发现这个在政治的这些政客里边 他们的政治立场也越来的量级分化 而民众之间的政治立场也变得量级分化 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是史无前例的 就是大家的对于很多的政治立场各种问题 对吧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国际上的这种国际外交的手段 美国国民他们的这个收入如何分配 然后医疗保险 然后军事 对吧 对老兵的态度等等等等 各方面将之的管控 都是越来越分化 就好像找不到这个middleway 找不到中间的位置 那么这本书里边呢 有一张是专门讲这个的 他认为社会分配的不平等 其实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立场的量级分化 而且呢 加深了种族的问题 然后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感觉 会影响人的宗教观 影响这个人的身体健康 然后这里边说了一个东西 就是人类在有不平等的感觉之下 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 你会有忧虑对吧 比如说你邻居家 你住那小区里边 你邻居所有邻居家 每人家一个宝马 对吧 你连一辆车都没有你什么感觉 对吧 所以呢 不平等感会给人 天生的带来焦虑感和压力感 然后长时间这种压力 它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呢 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压力荷尔蒙 会阻止我们体内的这个胰岛素 去储存葡萄糖 然后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是 增大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 和得肥胖症的风险 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和肥胖症 其实是很多其他病的这个心导 对吧 好 所以是第一 这是它的第一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呢 长期的压力感会导致心脏 更剧烈的跳动 因为其实这个人身体 在压力下的反应 是为了让你更好的 去应对压力 对吧 所以呢 你的心脏会跳动的更加剧烈 血管的收缩 也会更加的频繁 这个如果在长期来看 会导致心血管的诸多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压力还会引起 身体的一些慢性的炎症 好 这样呢 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炎症之下容易长期受损 好 所以这个说回来的话 有一张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这个可能 这种不平等感 和社会的阶层的差异感 如何导致人身体健康的 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一张的话 你可能会感觉到 哦 那么难怪那些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 那些这个收入更不均衡的国家 他的健康情况也会居然更差 这个刚开始你想 你觉得不make sense 对吧 为什么那些 那个这个收入已经很高了 但是你你你收入不均 居然会影响全民的这种身体情况 那么这个里边呢 这一张作者讲到说 这种收入的不均感 和阶层的低下 你跟别人相比 你阶层低下的感觉 长期来看 对一个人的身体系统 其实有很多慢性的 但是致命的影响 那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 就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那么最后呢 我再来总结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 首先作者呢 作为一名名校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啊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他发挥了自己 在学术上的这种优势啊 就是用扎实的研究结果 大量的数据 详细的记录 细致的证据 周全的总结 让你看完之后 不断地惊叹这些心理学研究 他的这个惊人的发现 设计的巧妙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兴趣 这本书是非常有趣 非常有启发性的一本书 可能呢 会让你更加有兴趣去做学术 更加有兴趣去设计一些 你认为有趣的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研究 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科学 真的是对社会的贡献 非常非常的大 心理学和经济学上面 面对贫困的定义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它其实有这种绝对的贫困 但是对于心理学来说 贫困呢 更多的是一种 相对的感觉和相对的认知 没有这种绝对的贫困 而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的贫困 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 收入的差距 你跟你身边人相对的社会阶层 而不是你这个人的 绝对收入和绝对的阶层 往往影响了你的这个决策 和一些行为 你赚的钱 能不能满足你的衣食主行 能不能让你的生活满足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说 就算你是一年赚一百万 如果你的身边 每个人每年都赚两百万 就算你有吃有喝 每年呢 有时间出去度假 那么你依然会感觉到 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 你是个穷人啊 就是因为这种对比出来的贫困感 和社会底层的感觉 这种贫困感本身 而不是真正的收入 它在影响一个人的感受 那么顺带的又会影响 一个人的诸多决策 以及在决策之后 带来的连锁效应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本书 它整体看下来之后 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发 那么比如说书里面 具体讲到这个 Live Fast Die Young这个规律 对吧 那么可以看出一个人 生下来他的条件如果恶劣 出生的如果是贫困 那么不仅是 有我们说的数位阶层之间 你难以跨越那种壁垒 这么简单 而是说 他从生物体的规律上来讲 就更容易做出这种 目光比较短浅 急于求成比较着急 然后做这种高风险的行为 的这种事情 比如说借高率债 比如说指图眼前的一时舒服 吸毒 酗酒等等行为 所以我们可能以往以来 一直认为说这个懒惰呀 指图眼前啊 这个对事情上演 只是这个人的个性非常恶劣 那么这本书让我们看到 有没有可能 是有一些社会原因的 有没有可能 如果我们出生在 他那样的恶劣环境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机体 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有能力 去改变这种社会层面的贫困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人类呢从工业革命以来 一直在经济上创造着各种奇迹 我们一直在把自己的全部力量 都花在发展GDP上面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那么一天 我们会觉得我们收入足够了呢 有没有那么一天 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了呢 这个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的一个思考 就是跟这两百年前比较 我们现在的科技情况 我们现在的医疗情况 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的便利程度 是两百年之前 人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呀 但是这些科技 这些医疗条件 这些物质的极大丰富 到底有没有让我们 现在觉得满意度更高了呢 有没有让我们觉得 我们活得更加从容 更有富有感了呢 那么在美国生活的 这过去的这几年里边 我的个人的感受就是 你在美国很少有这种 生活满意度很高的感觉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 从一个工作日忙到 另外一个工作日 忙得昏天地暗 然后这个几乎永远没有 内心的这种非常休闲的日子啊 那么这本书呢 告诉我们这种压力 可能并不是因为 你真的赚的不够 而是因为你社会上 有人赚的比你多 你邻居家的院子比你的大 你邻居家的车比你的好 而这个收入本身的不均匀 它带来了这个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 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全球化和这个 人和人之间连接的紧密的问题啊 大家想就是以前 如果我是生活在一个 小县城的一个老百姓 以前我没有这种全球化 没有这种手机啊 互联网啊 微信啊 朋友圈啊 我赚的可能不多 但是够我吃喝 然后我的左邻右舍呢 大家跟我一样比较闭色 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哈 但是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 都能满足温饱啊 你先乐呵呵的 然后呢 全球化了 全球化呢 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啊 迅速的 什么事大家全知道了 然后我迅速就开始知道 说我旁边那个县 老百姓家家有车 我隔壁那个省 平均收入是我们省两倍 然后每天被这种 全国的全世界的 哪个哪个有钱人资产 达到多少了 哪个家的老王家的小王 一夜暴富啊 每天被这种消息 狂轰滥炸 那我请问这个如果按照这本书里面作者讲的贫困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感受 我们自己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好吗 对吧 我们能不觉得这个贫富差距是问题吗 那这样长期以来他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思维方式啊 决策模式啊 产生影响 以前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我们自己脑中描绘的那个世界里边的这种收入的地位啊 社会地位啊 可能都会往下降 所以这个其实从一定层面解释了 我们很多人生活在焦虑里边 我们生活在这种压力里边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全球化的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 那么每一天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啊 信息的分享速度啊 都在加强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看完这本书之后 了解了这些科学上的研究和它的对人体的影响之后 我们应该警醒 我们应该be aware be mindful 就是自己应该清醒 就是说我们把给自己定义贫富 给自己定义社会阶层的这个对照组正在扩大 所以我们的压力呢是会增大的 所以我们要要对这一点呢要清醒 作者最后的时候还强调就是改善贫富差距 不是说只是对穷人好的一件事情 它对富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比如说这个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里边 这个叫富潮之下岂有玩乱 对吧 你贫富差距大 社会问题严重 犯罪率高 那么整体来说对这个富人是不会有好处的 长期来看 对吧 所以这个贫富差距永远都会有 但是不应该过大 过大就会导致社会问题 对吧 所以呢 比如说这里边说到这个富人 他在贫富差距更大的社会 也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改变 比如说他容易把他的财富 更多的花到这种炫富啊 还有这个奢侈品上面啊 所以改善一个社会的社会不均 也许呢 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利的一个举措 所以说最后的给我的这个感受呢 其实就是古人说的那句话叫 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吧 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先态的时候 也许应该常常惊醒 我们拥有的呢 可能远远已经大于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的压力和焦躁感 也许只是因为一种相比较而来的匮乏感 好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呢 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 那么第一本书呢 是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在2017年在美国出版的书 叫做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他这本书里边用非常科学的 并且学术的角度 几乎是总结了所有对人类的行为 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 如果你对我们分享当中的这种 比如说小老鼠啊 被这个踩按钮就惦记他呀 奖励回路啊的感兴趣 如果你感兴趣去了解说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会有差别 到底是什么因素 比如说这个基因上的因素 后天上的因素 环境因素 脑神经元里边如何作用 怎么样去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式 那么这本书几乎是用最全面的方式给你答案 另外一本跟大家分享的书呢 是在2018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籍 在我们国内也有了中文版 它的英文名字叫 Factfulness The reasons we a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它的中文的这个一本叫 事实 这本书呢 也是国内的这个很多的公众号 大家有推荐了 那么也是比尔盖茨在2018年 他最爱的一本书 你看到了这本书 你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世界好得多 你到底是想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面 还是想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这个有你 但是至少这本书花了很大的力气 给你展现各种世界上客观的事实 给你一种能够脱离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偏见 来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机会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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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收听